各位喜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加紅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八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白的 那一開始黑棋很快就掛到我的小木 那我實戰採取一個拖仙好了 他拖仙他左下繼續走小木 哇看來對方非常熱愛小木 這邊我可以右下小尖一個好了 小尖算是非常穩健的一手棋 那麼再來他左下去大飛 那我走到右上去低掛 他這邊也是走尖 看來今天大家都很喜歡尖喔 那這邊我們來走個二尖低掛好了 他小尖出來那我這邊 可以跳可以飛 跳應該可以他如果飛進去我把外面蓋住 是常見下法 他實戰先往外跳那 我也跳一個好了 直接夾攻 那這邊我要不要先震他一下 因為我很想要飛一個去收根 這本身價值也非常大 但是呢他有可能跳起我再跟著跳他跳 我覺得拐陣這一手感覺算是蠻大的 先下好了因為他這邊應該不太會脫先 常見應該還是會下一下 直接尖喔 直接要尖斷 尖刺一下然後再拆回 但是這一手本身算是稍微俗一點的感覺 那這裡 這個 有沒有什麼先手防衝斷呢 點一個 好像 好像也是比較俗啊 走能不能直接 這種飛造術他還現在有靠出 但是我可以跟著退 好像也是不虧啊 但是這邊這邊我們現在的充當問題好像比較 比較現實 我先跳一個 他現在就進去了 可惜沒有收根到 本來想說他會不會先往外跳 那這邊我看要不要先把他靠住啊 靠住兵要往外跳 因為這靠其實本身還是不小 他在尖這一手也蠻大的 算了我可能還是把他靠住好了 左下我在想說要不要 這邊丟一個什麼的 因為丟一個這邊就有拖三三的一些手段 他在順便先頂 他這邊走完大概還是要往外跳吧 擠這個 這裡有打吃的問題 打穿長 如果先長過去破眼的話 他打穿長我置得住嗎 打穿長我 我好像不太行耶 我好像不太行 不過我就接好了 這樣他雖然說可以做到這個眼位 但是呢 他這幾手棋其實也是 有點幫我加強 本來他逼到這的話 其實我還是有一些保衛 而且 其實他做到這個眼還是沒有說完全火 飛完擠上去的話 這邊還是一個假眼 這邊我可能就先不管他好了 左下我想要問個硬手 這邊丟一顆怎麼樣 不過他如果尖的話 我是不是還得貼出啊 否則虧了 這樣的話可能不太好 還是我用點的 點完頂過來扳一下 如果能下到這些我再跳過來 逼他這邊吃我殘子 可能也行吧 不過點完頂啊 這隻會讓他頭變比較強 本來我是有靠這邊的手段 要不要下呢也是一個問題 還是我這邊先把他關進去 逼他看要補一個 飛他團我爬進去 上面可以活是吧 左下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弄他 還是我點這個 點這個好像也不錯 下下看好了 很少下這個點 反正就是嘗試看看 看到是要尖還是說團 還是併住 他併住的話 那我震過來 還是這邊大條 哇今天感覺走一個比較飄逸的 左下他圍的挺紮實 但是呢我在空中飛 我在天上走 哎呦他左下不硬了 這個右邊B格還是強調有點是不是 不過他這邊剛才稍微幫我加強 還是覺得想要瞄準我的棋 不過我剛才就說他下面飛 其實他也有點噁心 雖然說他團住之後 虎一個坐眼是可以活 但是那個棋本身很虧 就只有兩眼火棋而已 當然虧嘛 我先拆二好了 看到是要進來還是怎麼樣 哦真的進來 感覺戰鬥即將打響 這我要擋還是 擋還是貼 擋的話他搬我搬 搬 斷 他有沒有可能滾包吃我兩顆 兩顆應該比較小 我是要不要擋 還是我就貼上面再頂住 貼上面藏一下 他如果挖 下面是可以活 哎呦瞬間變得有點迷茫 不然我還是擋好了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進去吃我兩顆 兩顆腳吧那個 很小 那我再拐住 他走這個我再拐住 接 接的話我再頂 他如果出頭的話 其實這邊還是欠一些拖的氣 那如果要頂掉再跳的話 好像頂掉本身比較俗 哦他直接頂在這 那 那我這邊把他封住好了 不過這邊有個尖 有點噁心 現在開始獨秒 還是我先飛一個問他應手 9 8 7 我先飛一個 看他是要擋還是團 哼 他現在應該會擋 那我如果擠上去 其實他這邊團完做一個他是可以活棋 哦那我現在威脅不到他 對啊剛才剛才本來團本來 沒有什麼火棋 7 6 5 4 3 2 1 好吧那我先尖出頭 跳一個是覺得他這邊有尖 尖完鋪好像有點噁心 這手是不是還是有點臭哦 是不是還應該把他跳住 嗯 一開始這時間落後還是比較多 拖一個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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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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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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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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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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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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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這個一擠這邊就又變假眼了 這個變假眼然後上面做也變沒有眼了 擠到他做我還是擠上去 還是變假眼所以我接 所以他這個交換反而不見得便宜有感覺 我等一下可能抓到時機就擠上去 喔 他先虎這個 我先跳一個好了 這邊擠都好總覺得好像會被他悶進去 直接被他悶進去好像 我裡面沒多少氣 那我自己又先掛掉 哇這要挖 這個挖很變態 挖完要衝出去的意思嗎 右邊他現在一接是火旗他覺得沒差就對了 要斷還是衝 應該會衝 不過我這邊跳封一個等於是有先手位 喔總覺得不太想跟對方在這種地方過多糾纏 但是他一直下個不停 他一直下個不停就我也沒辦法脫手 這邊如果能飛進去還是蠻大的一手棋 自己照顧好根據地然後又逼迫兩顆 逼迫黑洗兩顆子 喔他是用跨的 他難道不怕我衝嗎 衝完打他 難道他跟我開解 我剛看了一下我覺得他全盤好像 沒有什麼劫財 喔他就沾回去這樣子他的意圖顯然很奇怪 他這樣是什麼意思 而且我現在可以殺他嗎 把我封進去 哇這個氣我還是有點搞不清感覺裡面沒擠氣 啊算了算了 他現在應該必須回去補了否則我一擠 他是死掉了 剛才擠上來真的有點不知道是什麼他把我打進去 還要點一下 喔他是要這一點是不是 那我要接嗎 接完跑一個 但這樣那樣的他就先手火了 我還是想接這個 逼他回去 然後右邊能不能找到機會來攻他 他才接這個 不怕我急 他退完了我衝斷 他可能就是沒看到 他可能是沒看到吧 退的話我衝完 斷一個他 Q我打完 壓兩下然後再跳照他是死期 對啊應該沒算錯吧 不過他現在好像可以去砍我這三顆 不過這三顆應該顯然沒有比這個來的大吧 我先砍他這一條 應該不會有錯 他剛才應該是漏算了沒看到自己沒火的問題 我本來以為他點出來是想說就是可以先手提一顆這樣他就不用回去補火了 不過他應該是沒看到 這樣子有可能他來砍我這三顆然後我就中間補一個 退出來我衝完斷 然後打完壓兩下再跳過去 應該沒算錯他是死掉了 剛好這邊都夠厚然後這邊也可以讓我壓兩個 這 這我剛才算過了 這邊我就打完壓兩下 對啊斷打完壓兩下 等一下喔他可以硬 硬扳上來是不是 看起來他很勉強 硬扳上來我斷 再貼他死掉了那他也不行 斷完 接他我再貼他就掛掉了那這樣他不行 現在是說他如果長的話我要不要再貼一下問題 挖這個 挖這個 挖這個我能不能先吃一下 我先跳吃他 這怎麼覺得他底下味道還是很多啊我打這個 搬住 喔感覺他底下味道還是很多但是 我先先吃他這個反正我這一整塊都全吃了肯定 肯定優勢吧 這邊味道就在說 團這個 有個搬的味道 這我可能還是要硬他 搬完鋪應該出奇了 立下 我這邊要小心會不會說頂 因為他頂 他頂也是後手沒有作嚴的用處 好 中間其實剛才如果先搬一下也沒有用因為他還是可以斷我 所以 就也沒有去搬了 最後一次獨秒 他搬的時候我 他這邊貼完斷 小心他的反撲啊 要小心他的反撲 我應該跟著斑是沒事了 貼完斷我 頂住 這都OK 這邊頭先挺過去 顯然是很大 8 7 6 長我就可能繼續壓 他接我也長吧 這邊貼完斷 頂住應該沒事 好這邊吃通了 哎呦 他從這邊飛出來也是要時刻提防一下這邊的問題 這個先出頭應該還是必須的 斑 這個我怎麼下 拐他一下好了 他退還是 時刻提防一下這邊的毛病 多看一下就是 也是比較安全 他如果斷的話我好像不能吃喔 好可以打出去 直接飛好了 比較減明一點 他斷的話我好像還不能吃喔 他這個沖完打吃 他打出去了 他直接投降 那也挺乾脆的 好吧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那由於剛才這個棋是讓先的 所以說一開始白鞋勝率就只有十幾%而已喔 那接下來從頭來看一下 一開始雙在右下角行程戰鬥 那 一開始這個小尖丸跳 這邊都還好 不過再來實戰黑棋這個小尖丸再跳回去 應該有待傷雀 這邊決議也是認為 黑棋應該要 就是單跳回去就好 那白棋再往腳上靠 算是後續手段 這邊黑棋如果說簡單的內斑 那白棋可能就斑下來了 如果說黑棋走這個定時 那麼顯然呢 方向上是不太好 白棋這時候斷有可能直接被拐完渡過 所以 可能白棋就這邊壓幾下 好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白棋這邊走一走 如果搶到先手去擋下的話 黑棋這邊兩顆 可能就不是很理想了 所以 黑棋這邊應該就不會走這個內斑 被白棋給搬下 好似乎 黑棋稍微不好處理一點 那麼 這裡 他的變化是 黑棋走外斑 那麼白棋搬進腳裡再走這個 那後續大概也是打完跑出吧 這樣子如果說 也是照原本的定時 那麼黑棋去吃的話 那麼 看得出來白棋打完打的話 那黑棋在下面一帶顯然 也是有一些重複的 所以說 這樣也是白棋去靠這個 他後續的用意 不過 白2靠這邊 也許黑3有可能藏這個 那白棋可能就在立下之類的 也是 可以的下法 好回到實戰 白棋跳出 然後 黑棋飛的時候 這邊白棋 實戰的靠 應該是可以 不過 他這邊 後續下法 跟實戰不太一樣 他沒有 他沒有立刻 頂完擠一個 而是後面他用這個 虎在這邊的 被白棋突然進去破掉眼位了 那所以實戰這個擠呢 決議認為 黑棋好像 不太能擠 因為他認為這邊白棋是應該藏過去 不過這裡藏進去的下法 我稍微有點看不懂 因為這邊的攻殺感覺是白棋不利啊 他這邊 打完藏出 這白棋也肩不太住 馬上衝完搬 白棋不行 所以說白棋要先衝過來 那麼 黑棋就擋住收氣 白棋 這個立下 黑棋這邊 虎一個 白棋裡面武器 不過這邊 黑棋要突破崇尾 感覺是不難了 這白棋如果要搬的話 那黑棋可以來 衝 這邊衝完 就接出去 就破掉了 所以這邊白 如果黑棋去衝的話 有點不知道白棋怎麼下 或者說 黑6有沒有可能來搬這個呢 這樣子白棋也堅頂不住啊 堅頂不住 因為這個衝完有擋出去 那如果要飛的話 好像 黑棋也可以吃 不過這樣吃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白棋外面完美包招啊 黑棋有可能吃這是不划算的 所以說應該還是看他這邊的變化 黑6就擋住 擋住完虎呢 白棋講武器的話 喔 不過他這裡的意思看起來好像說 飛到這邊之後 再一粒啊 再一粒他是可以渡過或者是 作火AB建合 所以 也許這邊黑棋如果撐出去的話 白棋可能就不硬包了 而是要看怎麼樣去 去立元渡過的問題 不過黑棋這邊衝出去這裡 白棋也還欠一挖 不過這邊 有打算也是等於白棋 黑棋挖不動 所以後續這邊的 變化可以說還是相當複雜的 黑棋 如果剛才黑10直接回來收起 他是氣 不夠的 所以這邊 其實挺複雜的 那麼 不過決議還是認為我白棋 應該是要藏過去 實戰沒敢下 因為我覺得這邊 那時候乍看之下 好像白棋不太行 如果黑6直接搬的話 是可以吃白棋 不過有可能被完美包紮 覺得黑棋不見得便宜 也是有可能 所以這邊也還挺複雜 那實戰接過去應該虧了 然後作眼 這邊他除了眼位好以外 其實他這邊 就像他實戰後來掛到這邊 後面還有一點 其實還蠻痛的 對 這邊接虧了 那再來我實戰這邊用點的 應該不如他用靠的 點邊要併的話 可能比較缺乏下一手 就只能跳過來 比較沒意思 這邊還是用靠的 所以這邊實戰 這邊他變化 黑棋還是沒有內斑 不過這邊他是改用長的 就跟我剛才說一樣 黑棋其實用長的 也可以起到一個聯絡作用 那麼白棋立下去 那黑棋就不是擋 而是拐出 那麼白棋再靠出 看起來這邊白棋怎麼玩 都是有理啊 因為一開始就會黑棋領地嘛 白棋只要 能夠破一破 或者說走出一些 不錯的指令 像是這樣我們走出來 破一點 然後外面走出一些指令 可攻 將來戰鬥利用的話 應該就還不錯 所以 這邊靠的藤鑼 應該還是比較有趣一點 實戰這點比較無聊 沒有什麼下一手 而且也沒破到什麼木 只能這樣聯絡 這邊就是說 飛啊 靠其實也不太嚴厲 所以就比較 下比較差 再來他這邊掛過來 然後決定我拆二還是可以 不過拆二的時候 然後 在後續點的時候 白棋先衝完拐 不知道 還是有沒有其他下法 決定我應該單 單貼啊 單貼黑棋小尖進去的話 那白棋這邊 喔 還是震過來 這邊不怕挖是不是 喔 的確不怕挖啦 黑棋吃 腳上兩顆 沒意思 跟我實戰推論一樣 不過這邊這樣子下 而且 還是等於拐彎貼啊 那等於一樣啊 拐彎貼那他 等於說用接的沒有火進去而已 喔所以是說我這部接 不好的意思喔 感覺是這樣喔 因為我這邊走進去 欸對不對 他挖完這樣走 我其實裡面還是可以火 裡面做一個還是火起 譬如他退我做一個還是火起 欸對齁 我這邊不一定要補斷喔 我這部起好像有問題 這個補斷 我想說後來 欸 決定我 我還是要補斷 不過應該用接的 喔 的確 接還是更厚 接還是更厚 接的話那這邊 如果要出頭 還是頂掉了一下 喔那時候想說他這邊有個 如果單挑的話 欠一拖嘛 他這邊如果單挑 然後白棋有個拖的 這樣一個 棋型 他如果要 搬下那顯然是 中間這顆被割掉了 那如果只能去 頂這種的話 那顯然眼位 眼位虧損很大 所以他這邊頂掉了一下 頂掉完跳出 然後白棋要趁勢 把這邊封鎖住 黑棋這邊還是欠一手 還是就補了 那 白棋再去攻右邊 黑 不過黑棋自身 好像他底下是可以火起的 那就OK 但是好像白棋各處有點落空 走到一些 比較虛滑的 比較空虛的東西 所以自戰應該比較好 頂是想說這邊有個擋的先手了 那 不過就是中間他這邊有一個 這個東西 挺噁心的 還是不太好 然後這飛完之後 小尖 決議任務我應該跳 不過跳 這應該也差不多了 跳了這個還是擠不死他 因為 擠要因為他這個團有先手 他還是可以活 所以 應該也差不多 他拖完這邊 他應該拉回去 因為實戰這個甲被我接 反而幫助我家後 然後他自己這邊的眼位 還是沒有鞏固 他如果單退的話 白棋這邊還欠一斷 雖然現在黑棋不會去斷這個啦 但是 白棋這總是有點討厭的一個地方 就是棋形挺薄的 或者他從中間點過來 對 他黑棋如果要攻擊 應該會從中間點過來 還是挺薄的一些地方 那這邊白棋 飛下去變化這邊可以看得到 黑棋尖完可以貼出的 然後白棋藉著這邊 飛壓去作為攻擊 黑棋顯然不會去衝斷 因為白棋 趁勢這個打完包住 那下面這個就遭殃了 所以這個飛 他這邊飛的變化也是挺有趣的 飛 顯然黑棋不會衝斷 那麼白棋就可以趁勢把左邊給壓扁了 那麼黑棋搬中間 反貼回來 所以他這邊的變化也挺值得學習 這樣再來黑棋可能會吃或者接 那白棋就可以扳下去 可以把左邊給壓扁 然後自己在邊上有所發展 好 那現在黑棋夾虧了 再來這邊 他 他虎擠過來的時候 我實在接 絕對認為太鬧了 我那時候接是想說除了單純補斷 而且 後續擠上來 他變成說 沒有辦法在這邊作演 因為 本來我擠的話 他可以先說我團一下 在虎在這裡 他還是有眼 那我接我是想說 至少還可以擠他 這樣變成沒眼 不過絕一認為我應該跳過來 跳過來的話 他這邊 拐 然後增加一點眼位是不是 不過拐本身看起來有點虧 他如果直接撲上來 不撲上來 黑棋 有個問題就是 他其實全盤沒什麼結 對啊你結王哪找 頂多這種衝 或者點 這看起來有點虧 不過 這看起來也挺虧的 如果被 白棋黏住 右邊跟下面還是 一副兩邊要死一邊的感覺 所以 好像黑棋也不好找結 那 對啊 所以他這邊黑棋暫時不敢開啊 那 白棋就應該先去攻黑棋 對 好 那這個跳的時候 決意認為黑棋還是應該回來補 回來補的話 那就雙向暗無視 他這個頭也還在外面 暫時 不會有什麼事 那白棋就飛這個很大 那 應該這邊 後續這樣下的話就 還得 看後面怎麼站了 哇他這個變化 上面這邊薄薄的這一塊也有點薄薄 所以也還 需要看後面怎麼站 他這部夾還是很大啊 其實有接應這塊的作用 這邊有一扒 那白棋這個貼是後手 因為 不會被擠上來了 所以 這個貼變成後手 他的夾其實非常大 那實際上去挖 這個有點看不懂他要幹嘛 因為他這個去 如果要去充完 充完如果要斷我的話 也挺無聊的 因為我下面還是可以活起 那 我這樣子就沒有意義 而且我這個 擠 不過我這個擠 他團在這 他是可以活起 是吧 對 他這邊有個擠的形狀 他團在這 對 他擠完之後直接一活就好了 不過他這樣衝斷其實挺無聊 因為還把我這邊撞後了 然後我再回去 甚至於白6 活起之前應該會在中間斷幾下 這是必須的 因為 活起的話太無聊了 我先把你弄中 你中間 被我斷開來又變中了 然後我再回去補 甚至於也不見得馬上回去補 中間再跳一個 好像馬上要靠死 也是可以 對啊 這樣可以充斷挺無聊的 那實際上跨斷也沒有多大意義 我這邊其實也不見得需要補 我這個好像也可以不用補 我那時候好像有點看錯 以為裡面沒活 其實我做一個是活起 我這時候好像可以擠上來 直接擠上來殺是不是 不過這樣就有點搞不清了 他這個 因為他斷完長等於是先手 那這個長的話 這邊把我封進去了 把我封進去要比氣就稍微看不清楚 不過也沒差 我想說 接一個逼他回去補 感覺他這邊也虧了 看一下絕翼好了 也許他會推薦我這時候直接去殺 應該也是有可能 對呀絕翼是推薦我這時候應該直接去殺了 直接殺的話 黑騎如果是擋這個的話 白騎其實虎一個是可以活起 不過他是用立下的 喔對立下更好 立下更好 因為他飛進來的話 這邊是接不歸的狀態 的確 那 這裡頭 黑騎 不過黑六拐的時候 白騎倒也沒有來擋住 團一個 可能這樣黑騎就氣不夠 黑騎就算爬進來的話 氣也是不夠 他這變化有點瞎了 白騎隨便擋他就死掉了 對齁我這時候應該直接殺進去 那時候想說接外面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這邊他就是最後沒看到了 被我一殺就完蛋了 最後沒有什麼機會 好那這班騎跟大家看到這邊之後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看